Hello 大家好 又是這個毛雨綠 Long hair on air 其實很多人都說 昨天你被人抓了 是被人抓了 大家都知道了 其實昨天有社民連有四位的成員被拘捕 全部都保釋了 多謝大家的關心 其實我們四個人應該跟其他很多人相比 可能所受的傷害是更加小的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 昨天濫捕的情況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程度 以前還說有些所謂的暴力場面才去抓人 自從有了限聚令之後 其實老實說都已經是亂了 是吧 昨天整天都是一個主調 因為9月6日是一個投票日 都猜到香港人一定會說 你不讓我投票是不行的 知道一定會有示威或者遊行 或者各種方式的方法 是出來彰顯香港人那個 反對DQ選舉 反對DQ候選人的意志 彰顯自己的憤怒 很簡單 從早上到晚上到晚上到凌晨 整天都變成一個濫捕日 也可以說是一個頭肉日 把人們扔進去監倉 你本身是應該我們去投票的 但是呢 被人扔進去監倉 我自己 都是扔進去其中一個 警署的機樓 這個 機樓 在機樓室裡 撞到幾位 朋友 這幾位 都是協定的 不代表人 就是說 所以 自己去檢察 用這個的 一直把警察看到 是 零件都可以 你來自我 中國的 然後 與到 我 不提 的 這個 他們 我想很多人現在都在說他的遭遇 就是一位新巴的司機 其實我看到他走進來的時候很奇怪 為什麼有個新巴司機會走進來呢 他最初都沒有什麼出聲 我想他比較累 可能被警察扣留了一個多小時 坐下來之後 我們在那裡閒聊就問他什麼事 他說其實我是駕巴士經過尼敦道的時候 就響我安 接著警察就追他幾條街 就抓了他 說他危險駕駛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來的 你想一下一個人在駕巴士 可能那些警察覺得他 你不是吧 我在那裡做事 我在馬路那裡 你響安 又或者誤會了響安是抗議 或者支持示威者不知道 大家可能在眼神那裡覺得 大家好像不順超 就可能要抓他了 就是說他響安 接著說他危險駕駛 就是這樣一個普通人 正在上班 可能他做了一些事情 警察覺得 這個 不滿意 這樣就可以抓了 難怪我昨天遇到一個老人家 就說 喂 香港比日本人還差 那時候還差 我說為什麼 他說皇軍 以前這個 三年零八個月 日本侵略了這個香港的時候 就有很多 那些所謂的皇軍 站在街頭街尾那時候 如果你看到他 就是他覺得 這個 不開心 或者你沒有跟他打招呼 他就可以 刮你一巴掌 有些只是打你 這樣也可以的 是不是 刮你一巴掌 那現在香港是不是搞成這樣 香港是不是應該 由一班 穿著制服的警察 可以 任意去 這個 濫捕 侮辱 那些 經過的市民 無論他是 是 示威者也好 不是示威者也好 這個辛巴斯基 跟我們談的時候 他都覺得非常 有些人之無奈 我不知道他 到底心裡想什麼 我也都 可能是 覺得 那些警察 當時風怒的時候 他不滿意 我不知道 因為他 他的案件 現在已經是 進入被拘捕的事情 我也不可以跟他 代言 但其實最離譜的事情 就是怎樣 這個警察其實就是 有幾個說法 一開始就說 人家 在安 開得快 要抓他 接著 又在 網站裡說 他作出挑釁的行為 什麼叫做挑釁的行為呢 是吧 最離譜的 就是人家 有把士巴拿 他 那個衛生巴司機 一告訴我 我們都笑了出來 一把士巴拿 在司機 那裡 有什麼問題 他們沒有駕過巴士 都駕過警車 很多人 那個士巴拿 是可以用來 調教零件 很簡單 一上車看到 有些 到後鏡不行 你就扭一扭 那些 旁身 和他工作有關的事情 怎麼可以說 人家藏有攻擊性武器 你說非法用途都不行 你說是不是濫告 人家在他上班 坐在那裡 有正當的理由去解釋 為什麼有一把士巴拿 在那裡 你都堅硬要坐下去 告 我們 我們 看到這位 普通的司機 我覺得 真是 人間何世 你自己濫捕 你自己要去 用淫威去 嚇香港人 嚇到一個這樣的程度 我們小時候 那時候 最流行的 那些父母 教不聽 那些小孩 我再 我找警察叔叔來 嚇那些人 曾幾何事 現在可能都可以 其實那個濫捕 已經達到一個程度 就是 任得他講 同仓有另一位 伯伯 應該 我65歲 應該初頭就是年紀最大 後來他就 替了我 這位就是 怎樣呢 他就說 其實他那天都在逛街 走街 走街那時候 就 拿著一張紙 拿著一張紙 裡面 就是 寫了十六個字 就是 在那裡 批評 林鄭月娥 就是說他 初衛陽路 就是一直這樣說 初衛陽路 他為英國人打工 然後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做了那麼多壞事 你會 和及其身 那些事情 就是 他 被人截了 截查身份證 沒事 但是他拿著那張紙 繼續走 就被抓了 其實跟我被拘捕都一樣 是不是 只不過是拿張紙 我們 這個 戴環牙被警方 攔了的時候 我們就拿張紙繼續走 他就會 告你 限聚令 外加一個未經批准的集會 那些伯伯就不行 因為 可能覺得 他都好像 一個人在那裡走的時候 就說他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那個 只是張紙或者大聲喊 怎麼會行為不檢 是不是 就等於那位司機 駕車 那段路是走50公里的 他走 至於不超速是50公里 就沒有危險駕駛 是不是 要是你就封路 就不是走出馬路那裡 那些警察 那人家怎麼知道 你立刻要撥你的 不撥你撞到就是危險駕駛 如果這樣也是危險駕駛 那很簡單 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次拍到就是有一個交通警 拿著鐵馬 不斷追著一班示威的人 打八字去追他們 是不是 這個不是危險駕駛 是什麼 還有一單 這單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 就是 在這個深水埗 有的士 撞入人群 到今天都還沒有告 是不是 那你怎麼搞呢 明明顯看到的事情 其實現在 在網上都有面子看的 那段事情 那大家自己去 去這個評論 所以其實你說 昨天 有289個人被抓了 可能我現在說 已經是 不止都不頂 可能接近300 那裡 有很多人其實都只不過是 出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或者有些根本都不是出來表達意見 都被你抓了 這個就是 用這個濫捕去令到大家 害怕 和他一早起來 去抓快必 是一模一樣的 是不是 舉個例子 別人 這個 你看到了 這個 這位就是那位司機 昨天我撞到他 這個就是快必 是不是 兩位都是 一個是早 一個是下午 快必固然是另外一個故事 就不是 這位 巴士司機的故事 那個是另外一個的故事 就是 一早起床 你剛剛 禮拜天遲起床 這個 拆牙洗臉 都沒有吃早餐 就已經一按電視 就已經 咦 啪啪聲 好像燭光 這個汪洋大盜 用鐵把 去 用鐵筆去叫門 乒乓 你不知 以為是捉銀行劫匪 或者去破壞軍火庫 喂 捉快必 為什麼呢 捉快必 其實講來講去 就是 殺雞警候 是吧 殺隻雞 讓其他人怕 其他的 這些猴子害怕,很簡單的,逢是大時大節,好像人家殺隻羊去祭天一樣,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現在越來越用得頻密,以前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逢是知道有機會敏感的日子,就會傳出破獲了一個軍火庫 或者捉了一些人,準備組織什麼,武裝活動,12月8日人權日遊行也是這樣 這個去年的11遊行,929遊行也是這樣,破獲了一些東西 以前用這種方法去做了一種危險的跡象,或者說這些示威其實是暴力示威來的 現在這個方法不行,因為他拍都拍不到有多暴力,那怎麼辦呢? 那就捉那些有頭有面的,是不是?有頭有面的,一捉的時候,全部傳媒一定出 那就令到大家覺得出來遊行很危險,是不是?好像這個831 一周年大家都知道,那天一定會有很多示威的群眾或者市民 是會去到太子站附近,紀念831的無差別的襲擊,或者有些相信有人死了的就覺得要去 去哀悼那些犧牲的人,他就在8月26日高調一千雙雕 高調去拘捕這個林卓廷,說到721,旗鼓相當,勢軍力敵 你看看那些人,其實林卓廷他們都是暴徒,然後隔兩天又說,這個廣東的,這個 又破獲了一個偷渡的集團,就說12位現在在大陸被扣留的香港人,是不是? 這個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去到昨天早上去抓快必,其實已經是 就是,就是牽怒忌絕,怕著會發生事,就趕快起床,讓大家吃早餐看到,怕不出來 但是他可能又想不到,可能是生氣,又多些人出來 這個其實都是,看看我們民間社會那個反應,大家是不是覺得 這個世界真的有對和不對,有公義,還是殘暴 其實,告這個快必,為什麼後來是改口呢? 固然,有很多人說,其實他那條罪,就是說 這個 是一定要和這個 勾結外國勢力才可以的,因為引起這個 這個 對政府的憎恨,或者引起這個 對政府的這個 仇視 其實,可能是這樣 因為,你 很難去證明,未必證明到 阿快必做的事情 是 犯了罪 更加很難證明他是勾結外國 但其實 在很大程度來講,其實都是和這個 人權法 和這個 這個 香港是有這個 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公約 寫了在這個 紀錄物第39條是有些關係的 因為,在9月2日 這個聯合國 有7位專家寫了一封信 就 給這個 中國政府 就說,喂 其實這個 實施這個 香港 國安法 可能你 沒有辦法去 保證 香港人 在這個 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公約裡面 有的各種 言論出版 集會 結社 遊行示威的自由 也都會威脅到這個 法官和律師的獨立性 即是他寫了一封信給他 當然是 嶺牛入海 你看看現在 王毅那位 戰狼河街就可以了 即是他爭在 還沒寫一封信給那7位 人權專家就說 你會付出沉重代價 雖遠必誅 其實他很好笑的 他就 這7位專家就促請中國 解釋如何計劃 執行港版公安法外的域外管轄權 其實可能他就說 喂 哥 我可能會追究你 是吧 這個 這個 為什麼他這樣說 因為他9月2日發表之後 當然是 前所未有 即是 全球的傳媒都會 報導這件事 而 同日 趙克志 就是說鄧炳強的 上司 就是 也都是 這個 中國公安部部長 也都去了這個 內蒙古 當然內蒙古 就是他去到的時候 剛剛就是那個 要求用這個普通話去 普教蒙 用中文去代替蒙古語的時候 就牽然大波 是吧 很多這個 蒙古人 都 蒙古裔的人 都在抗議 那他去到的時候 其實 他說做調研而已 其實是 直接是 應該是指揮 有指揮這件事 那他 就已經是提出 就是他提出了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提出就是 要牢記公安 姓黨的根本政治屬性 就提出了是要增強四個意識 牽定四個自信 做到兩個維護 那就是怎樣呢 就是對黨忠誠服務人民 把鹽的主基調 長期堅持下去 就這麼簡單 是不是 其實總而言之就是 公安一定要為黨服務 是堅定不移的 你想想 九月二號他發表了一件事 九月二號也是這個 聯合國七個專家寫封信給政府 很近兩件事 那麼 到這個九月四號公佈了這個 這封信 就是九月二號寫的時候 是不知道的 九月四號公佈了一封信 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 他去搞快必的時候 固然是可能在調查上面 證據有問題 但是他不要搞了 如果這樣 多事不如少一試 我不如就是用這個 以前的殖民地惡法 就是這個刑事罪行條例 就是第九和第十條去起訴快必更好 是不是 起訴快必也不是第一次了 用過了 是不是 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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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區區議會主席 鄭麗瓶 就是因為 其實他都不是他自己 他只不過是 貼了一些有關警察所謂的起底的訊息 就已經中了 接著肥佬黎被人抓的時候也有一條是這樣的 這一條過氣的例子我不打算在這裡詳細講 我可能在另外一集詳細跟大家講 其實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當這個共產黨在一個原本是應該給香港人投票日 就是說是令到香港人無論是基本法或政治權利 及公民權利公約裡面的選舉權 被選舉權 以致到這個定期更換政府的權利 是受到剝奪的那天 如果你又用國安法去鎮壓別人 就是你搶頭炮的時候就立即是說用國安法為過 就是那個後果就當然不是他想要的 因為你是一個這麼敏感的日子 只用這個港版國安法去捉一個人 雖然間可能在香港引來一個寒蟬效應 但是在其他的場合就會一定有人說喂 還不是 所以其實快必被人拘捕 也都是選得很好的 簡正9月6日早上 在罪名上面也都曾經調教過 fine tune 了很清楚的一個政治的圖物 這個是在國安法生效之後 所謂國安委員會 就是全面去考慮問題的時候 可能是其中一個 因為鄧炳強都是國安委員會裡面的其中一個人 因為鄧炳強都是國安委員會裡面的其中一個人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你看到昨天 由早上 一路到第二早的早上 由快必被捕開始 一路整個都是一個 濫捕的過程 是不是 你想一想 在831 那個孕婦被人推到地上 竟然間有些建制派 有兩個女人 應該是公園會的 在網站單打人家 好人都不會經過那裡 是吧 做戲啊 蟑螂啊 這些 如果用快必那個案例 那這些是什麼來的 這些不是引起他人仇恨嗎 不是引起他人仇恨嗎 是不是 那要不要告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 你會看到 在現在整個過程裡面 就是 在這個檢控執法那裡 已經是完全根據 這個 政權的需要去做 很難是 就是 有公正的 做法 就是說 他告誰 用什麼罪告 什麼時候告 他告了 可能是棄告 收到那個效果又可以 任你 任你玩 是不是 那 在這個 昨天 這個 拉了這麼多人之後 那當然 一定會有這個 評論的了 就一定是在那裡說的 就是說 就是說 其實 講來講去就擦鞋了 就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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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安法 只是針對四類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那 絕大部分奉公守法的香港居民沒有影響 該法律明確規定香港特區 依法保護居民根據《基本法》 和相關國際公約可規定 所享有的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權利 昨天你走到九龍街上就看到了 是不是 你是 傳媒 被人渴 如果你是 網媒 可能被人拘捕 是不是 你 八三一就是孕婦 昨天就是小蚊女 一個十二歲的小蚊女 原本約了阿哥和家人 去 從這個窩打路走出去 這個 一個 彌敦道附近 打算買一些 這個 美術的工具去開學的 喂 一被你爛了 一害怕 哇 你看到在網上 好像觸光 這個江洋大道 按下地下 喂 好了 按下地下 按下地下 沒有話可說 還離譜 找兩 他只有兩兄妹 那些家人還未到 那就找多一個說你限聚令 那五九九支 要來 做什麼 到底要來去 防疫 還是要來去 令到那些無辜的人 是受警權的肆虐呢 看到的嘛 又看到 在街上 像拖死屍一樣 像戰場拖死屍一樣 拖那些人 賣馬路 是不是 有什麼必要呢 這個濫暴濫打 濫用暴力 其實昨天我們在這個 網媒 或者是民家的紀錄 已經是看得非常清楚 是不是 這個 你在看其他的主流傳媒 真的沒有的 看不到的 那 他說完這件事情 就是說 你一聽到就是 找笨的 是不是 你怎樣保護那些人的權利 本身是這個投票日 你就說這個 有疫情 所以不投票 那你 連續 11天 可能14天 大量的人聚集了 在做這個 這個 所謂自願的測試 這個不是群聚來的嗎 是不是 為什麼 你自己去做一些奴兒無功的事情 或者是收效很低的事情 就可以 我們原本的權利就不行呢 好了 那推一萬步說 那他一定是這樣說的 他就說 其實呢 這個 這個 今屆的立法會換屆選舉呢 政府解釋呢 就是因為 疫情會遲了一段時間 那 可能會再爆發冬季 那就要 延遲一年呢 是合理和合乎公眾利益的安排 不過 你可能還要舉例呢 很多外國的 選舉都是因為有疫情延遲 有些就延遲 有些就不延遲 但是 有一件事我想請教 這個特區政府和這個中聯辦 有哪一個議會 在延遲選舉的時候 是不用問那個議會 就是說 喂 大家延遲選舉好不好 你要問那個 議會裏面不同的持份者 是不是 最少 如果做得不好的 可能這個 是一個 會被人用這個不信任 投票 趕你下台的 你試一下 叫特朗普 說現在疫情很厲害 不如不要選 行不行 人家就問 為什麼疫情在你控制下 會越來越差 一定會問這些 現在不用本的 現在死到一百人 不用懲悔 其實不好意思 我們真的有疫情 所以大家不要投票 不如你投票的時候 如果你再講投票 我將你投入監獄 這樣就可以 是不是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太奸謀 是這個 口腔 那些是 你要擔心 哪一天 都要用這些 哪一天 都有 這個 有些人 他們去去 都沒有 這些 太矛,又要交功課顯示香港國安法的威力 又要顯示林鄭是會盡忠職守去DQ候選人 你不是穿崩,是不是? 有哪個地方是會這樣的? 有哪個地方是會限制候選人的政見? 而不被人選的 如果別人說的政見是會成為他不能參選的原因 那就是無所謂選舉,是不是? 無所謂選舉,因為你是可以選擇老婆的 不過你選擇老婆,我都喜歡就行了 好,這些是家長制來的 你家長就說你影響一家人的生活 但是你如果有一個公權力,影響七百萬人的城市 或者大陸影響十四億人的時候,那你講得通嗎? 可以這樣做嗎? 那你就會穿崩了,那人當然會問你,是不是? 你為什麼會這樣? 香港人當然會生氣,你怪什麼人呢?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看到的,這個快必受到這個拘捕 其實只不過是殺雞警猴,是不是? 其實現在真的是在牽牢記住 因為你殺雞警猴的時候,很多人都覺得你不對,是不是? 可能那些人會繼續出來抗爭 昨天就是一個香港人的示範,就是說 如果你是肯定來的,我們會出來表達我們的不滿 我們會繼續說不,是不是? 這個也是,我覺得9月6號發生的事情,其實大家永遠都要記住 至於快必會怎樣呢? 我不知道,可能他現在還未能放出來 如果他還有一宗外幕,明天下午2點就在粉嶺上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就是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有三條罪,是不是? 現在好像運動員那樣的 什麼叫運動員? 以前大陸就是這樣的,有些人被定了是反革命分子 或者黑五類、黑七類,有什麼運動拿出來鬥 現在香港還未行,是不是? 還未行的,要做到這樣也非常難 但是現在香港有一個問題,就是大時大節的時候 可能變了一隻雞或者一些製品 拿來製一製,就是這樣 其實大陸現在還是這樣的 每逢大時大節,六四 都是很多人被國保、公安指定他在哪裏居住 或者請他去郵負 或者去旅遊 香港會不會發展成這樣呢?不知道 暫時應該不行 應該不行 大家應該站住 不要讓香港進一步,會淪落到好像大陸那樣 在大時大節的時候,有一類人就會 受到這個 這個所謂公安 或者執法部門的管制 或者是欺凌 好,有關這個 用這個刑事條例裡面去檢控快必 或者其他人 可能我在另外的時間再講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會分享這個節目 也希望如果大家有錢的話 有資源的話可以支持這個社民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都是受到打壓 也都在最近的可見的將來 很難在街頭和大家會見到 所以大家捐款給我們的時候 可能是沒有那麼容易了 希望大家會幫助社民連 多謝大家